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放海保冥 可以了 我是私隆农民 大家好我是江苏保冥 我叫小永基 你可以多说一点 为例什么事情 我是为儿子的事情 我儿子是能进医科大学大学生 自由恋爱从集团长接队 我不服 一直告到北京 我的生死在北京 但是地方他们都是不讲法 都无法无天了 把我就扎回去 手铐脚链在牢房里 我们要人权 谢谢 大家好 北京市长区十八里点 郭桂军 我是因为天津美全 北京市五十个挂长村 农民是农转飞 而不是农转居 也等于说 这五十个挂长村的农民 它既不是居民 也不是农民 这是一个什么 北京市专门对五十个挂长村 出来的一个政策 就是剥夺你农民的土地 然后呢也不给你养老 所以呢我是 因为这事开始维权上访 然后打官司吧 那我算了 那我来 大家好 我叫朗格元 是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的一个 退休职工 家族湖南省岳阳市 因为为那个企业职工 和价格服务危险 呃 当时 非正常死忙 我们三年没发养老金 非正常死忙 两百多人 写信给中央五大部 进行查案 因为我的举报 就除了三届领导班子 二十六条住宠 中间我已经 纪委书记 党委书记 把三届领导班子 二十六条住宠 全部搞出来 他们挺得都搞出来 官府原职 然后给我写黑材料 打击报复我 自财 告状了已经有八年了 八年当中 我受了好多换害 非法拘留 关着黑监狱 安苑鼎 黑监狱 打耳光 这个司法大 我又被越洋寺 湖南省越洋寺 住宠班 关到黑监狱 打死 半夜里头 我睡着了 把我打伤 并且还把我 裤子给扯光 扯下来 叫我裸体 我 我 两会期间 把我 把我非法拘禁 拘禁我的理由 是我上发中纪委二十八次 并且要求派行 把我捆到行李上 九小时 我在这个上发路上 警罪过被打断 脑震荡 多是被打伤 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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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嘿 說完的嘛 好啦 隨著呢 隨著啦 我來說下 我是湖北省 恩斯州 咸豐縣 中等職業技術校 我二十多年的在职在编的正式老师 在07年的时候就被学校非法辞退 我一直在家乡相信组织 到处诉求 长期无果 现在我到北京已经三年了 三年到现在也是没有任何结果 我对他们的一路走来 这些国际领导 我给他们有一个工作总结 就觉得他们是一年一年 忽悠我们一年一年 没有任何的结果 他们一届一届的领导换过去也是无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请求那些媒体新闻 对我们关注 我们作为一位老师得到这样的迫害 都无处诉求 我看到在上方过程中 看到很多访民 看到被土地让强占 房子还拆迁 我觉得我就要站出来 为大家能做点什么事 我也能帮助的一些 我也就能记忆以后有什么事 我能做的就请跟我联系 我的电话是139-114-68798 谢谢 你们要长话打坐还有好多人 你要是说贪啥事 你有证据有理 那肯定就是应该有个说法 可是什么事情 就真的贪到我身上的时候 感到天塌地陷 那个孩子呢 就高考完了 被无辜被三女一男打坏之后 我们就是说报了警 结果公安你就是弄虚做假 给我们那个做个假鉴定 孩子被打的两三项侵犯害 浑身顺着阴道堂起 结果就做个轻微章的鉴定 我您要求那个重新鉴定 他就课害我把我非法拒进10天 把我就是说我说你要不解决问题我上北京 我还没上北京 不会告状 没上过法 就给俺非法拒进了 完了之后你 法院不审理 拖延不审理 检察院不立案 到现在我们的案子走到那个 就叫什么 司法鉴定部门 司法鉴定部门不该案鉴定 您说说 中国还有现在不能吗 还有不能吗 中国的身七身八身九都上天了 我们一个小小的案件 就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就人为复杂化 给俺们到现在八年不给俺审理 不一样鉴定 不一样立案 拖延一家就是倾家荡材 那个赵子鹏我和孩子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现在一身病 就是 计刑中心 各务厅 那个车 被车牵 地方车牵 铁路赔偿 铁道部赔偿 铁道部赔偿以后 我们地方正化为抢劫 把他带我送到老教所 把我接婚家保车 接婚家保车05年3月3号 接婚家保车 车车接到的秘书下来的 答应我到铁道部解决问题 我们地方接谎 带我接到家以后送到老里边 他们在老里边跟我谈 叫我签字 他们全全代表我到济南赔偿 把我赔偿款 他们用的 在老里边给我28万强行的签字 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 人家在老里边在我牙打掉了 大本牙打掉了 赵平大队长在我牙打掉了 打掉以后回来以后 叫我去洗黄东西 捡的 大家都捡点点 好 好 好 我不洗黄就他们抢劫了 就这个 搬走 你搬走 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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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建议啊 城镇五四村东苏一头儿张立云 我是因为土地问题 才来到北京 逼到北京来上网 是当时我是住地户 而且户口里没有签动 他们呢 就是说因为我没在那个 东苏住 所以把我的土地给我分 当时97年分呢 是一亩八 整个也是一亩八分五 然后呢 等到2007年的 1997年的时候吧 他就把我地给我分出一半了 是0.925亩 现在我们村已经成了这个错误了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他们已经算入钱了 但是逼我 就是不改 现在 然后呢 就是说 我就希望 我现在就为了我们的危险嘛 可以说 又为了就是老百姓 和我们那个农民 正危险 就说这吧 下一边还有几屋人 下边谁说 我 快点哦 我是东北法医 我是基地乡 基地乡 藏在市路边区 叫什么农民 我是用市公安局 杀人说 我怀疑我杀人 我孙姓床待到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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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送他给予 跟他给予 我转到老病 没有关系 比我到北京上房 完了 月转到那样 对 我叫唐秀宇 我叫唐秀宇 我上新宝里 你能为 打压子 我现在 稍等一下 我是东北法医 我叫唐秀宇 我家 我上房 就是我一个企业 被黑社会给抢了 然后我家也给炸了 我现在是93年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也得不到解决 一次是就是骗我 我老婆的工商也不给病了 然后我老婆有病 在司法大之前 就说接回去给治病 答应我的事情 一样也没有给我解决 然后我这时又回到北京 我老婆病重 可能最近这一两个已经到这里 每天治病症都发上千元 常见的 广东东东 给我小孩指甲的 已经给我小孩操作后一阵 留下那个 黄带白带了 想画就出现了 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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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吗 这边谁呀 我这个 没什么 我这有水 这水 对 对 就像 帮我人 帮我我来 对 多多多 你还没介绍吗? 我也介绍,这么多人 你还没介绍吗?先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北京那个分代区石油庄的 也是拆线维权 原来是没接过这个维权那圈 所以真是那个 觉得反正是够黑的 所以我就介绍到这 我也给大家 再加两句啊 北京是50个挂杖村 我们是一体的 都是按着同一个北京市的政策 几乎每个村都第一没有征维权 第二没有征维权 第三 它的补偿方案都是 像我们村是04年的 有村是03年的 没有村是02年的 几乎都是没有按着 国家的这个法律 应该那个 及时的养工程度往上调整 就让人最低的给农民 所以形成了50个挂杖村 那么50个挂杖村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几乎都是被架走的 以我们村为例 在那个拆圈 他们给定了拆圈的最后一天 如果不走 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条 一个条就是说 每个人都要给减几十万 包括我 一共给我作价51万 还要减走26万 但是当时呢 我没有被下载民手 所以说这50挂杖村 我觉得是应该 能够联合出来 十一 来反应这个问题 是啊 好 这样我简单的介绍一句 就是我叫许志勇 这么多年来呢 差不多整整十年了嘛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从最初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仇 那是03年的事情 整整十年 到现在 这十年间 我们围观过黑监狱 我们也 我们也帮助 新的城市的移民 孩子的教育的平等权 还有很多的个案 现在呢 第二年以来 我们更多的时间 致力于推动新公民运动 今天到这来 本来呢 是可能有两个一题了 一个是到这边来吃饺子 另外一个 就是袁武华给大家讲 说有一个法治的一个讨论 我也认真的想了一下 就是讲法治能讲什么呢 行政法呀 宪法呀 或者说刑法呀 好像都很难说 讲一个法律 对大家是有用的 因为每个人的问题 都不一样 后来我想 我就讲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觉醒的公民 我觉得大家的团结 可能比一个具体的法律 一个具体的问题更重要 很多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惭愧 因为我经常收到 短信求助 包括前天 还有那个黑监狱的一个地点 一方面我们大家确实是很忙 有些顾不上 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问题 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 你们大家去 去这个法院去申诉 跟我们去 大家都一样 你实在是一个专业人士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还有就是我在想 我们得考虑 这个上访现象的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看刚才大家都讲了 每个人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 有很多种因素导致上访 我记得在2004年之前最多上访的人 是因为土地的税费问题 后来土地的税费问题废了 然后呢 最近这些年 土地的征用 房屋的拆迁 还有包括受保的腐败问题 都是层出不穷 那么无论 你看无论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各种各样上访的因素 都在不断的出现 上访量其实我认为也没有根本的减少 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没有改变 那我们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我们把大家的所有的因素统计起来 我们会发现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那就是这种官僚的 这种麻木 这种傲慢 这种不讲法律 甚至贪腐 等等 一切的这些因素 都是官僚的各种因素 你会发现 这个官僚指的 它是几乎所有部门的官僚 全部人死亡 甚至故的 有一天 不得的 但是 我们还有人死亡 每次无论 实际上 对